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名妈妈 竟然参联是犯下的杀害亲生儿子的惨剧 46岁的派翠丽 她的一对儿子都患有自闭症 有一天 11岁的大儿子回家 她现弟弟跟妈妈情绪都失控了 大儿子也不管 就冲上二楼的房间去打电动 妈妈跟得上来 问说为什么不先写作业 儿子说 等一下就会写 妈妈突然暴怒 在儿子压制在地 聚起她的后警 儿子挣脱后 妈妈打电话给先生 哭诉自己干的好事 还好男童送医后并无大碍 只是脖子上有几条明显的血痕 派翠丽说 自己已经无法负担养育两名自闭儿的压力 担心儿子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才会痛下杀手 国际中心 综合外电报导